5位議員 時間由我們5位議員來共同使用 好這個減歡鐘議員 今天第一個質詢就由高敏寧議員、簡煥中議員、何全峰議員、李博議員 還有我圈園議員為議員一起來聯合質詢 市長,昨天有議員在這個議事廳質詢你的時候 你反問議員說,議員相信你講的話嗎 我想這個問題應該要問高雄市民 這幾天有非常多的民調出來 對於你的滿意度或是做程式的觀感等等 我想你務必要去審視的去看待這一些不同機構所做的民調啦 為什麼有那麼多市民朋友透過網路、透過行動 要非常多的市議員在議事廳裡面表達您對過去所謂的九二共識 或是你這一趟去中國的這一趟有這麼多的疑慮跟擔心 為什麼,因為過去這三個月來 坊間怎麼講,人來了 為什麼,因為迪士尼不見了 也不然也不會來了 甚至阿洛斯瓦辛格也講得那麼大聲 結果到最後還是沒有 甚至最近,方向局講的中國熊貓這件事情也無疾而終 難怪台灣人民、高雄市民會擔心啊 我們在這邊願意相信你替台灣的農業、替高雄的農民的用心跟努力 可是我們對於這些政治主張也有非常大的warrior 市長,其實你不知道民間怎麼講 你要脫離你的同溫層 其實這一趟去,你不小心免費的代言了中國 代言了中國什麼? 代言了他們對於一國兩制在香港跟澳門的所謂的蓬勃發展 你代言了什麼?代言了習近平總書記說 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 就是要和平統一,就是一國兩制 雖然你在中國那邊對著媒體說中華民國 這個中華民國也許是過去的中華民國 好,我們姑且相信你心中昨天摸著你的胸口說的那個中華民國是現在進行事 可是很遺憾的,中國那一邊還是沒有聽到所謂的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你的心裡面是兩個不同的政府,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啊 你在出訪前,你說民進黨是妖怪 你說台賭比美賭可怕 甚至陳其邁副院長呼籲你說面對國台辦的時候 你要勇敢講出你是中華民國高雄市的市長 你卻回應他廢話太多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人民高雄市民 對你在中國的互動有那麼多的疑慮 不是因為只有你去見中聯辦這件事情 而是從您過去的主張 到您到那邊之後 包括我們幾位議員聯合開的記者會 希望你在那邊表達出你的立場 可是很遺憾的,最後你是面對的大多數是台灣媒體 你講了中華民國 這必須要給你肯定,不容易 可是很遺憾的,在一些更關鍵的時刻裡面 我們並沒有看到你這樣的表達 市長我們真的要呼籲你 台灣獨立,中華民國在台灣 種種不同的政治信仰的認同 這是非常多台灣人民過去幾十年 用他的生命去爭取出來 市長你可以認同中華民國 你可以也許你認同兩愛最後一定要統一 我們也可以認同台灣要獨立 這是一種台灣民主的展示 市長你不可以用所謂的台獨比美獨這麼可怕 你怎麼可以用疾病來比喻台灣 也許三成四成的政治信仰這件事情呢 這種比喻是非常不倫不類的 如果台獨可以被比喻成比美獨可怕 那要統一要做什麼比喻呢 台灣的民主不能這樣子被践踏 所以今天這幾位議員在這邊 真的是我們四位男生都有小孩 我自己的小朋友今年剛出生不到四個月 我們對小朋友的未來 很多市民朋友很多新手爸爸媽媽也是有相同的焦慮 未來他們是要拿著中華民國的護照 還是要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特區的護照呢 這件事情的確非常多人在焦慮 市長你不能用簡單的幾句話叫做酸言酸語來帶過 你必須要很嚴肅的去面對這件事情 因為你是中華民國高雄市的市長 也許不久的未來目前你沒有這個考慮 也許你以後還真的會選總統了 這是台灣人民為什麼要給你那麼大的焦慮去看的 就像昨天媒體問你 針對中國派了兩架軍機飛越海峽中線 柯文舌市長受訪時說要來問你 你選擇不回答 你選擇回答的是你滿腦子裡面 這邊都是只有番石流 只有芭樂 在一次又一次面對比較敏感的問題之後 市長你的反應你的回應 的確會讓很多人很焦慮 我想今天這是我們幾位議員在這邊 要很嚴肅的表達非常多年輕的朋友 對於您去中國這件事情 還有你近來對於政治兩岸關係的發言的一些憂心 好 各議長還有市長還有所有市府團隊媒體記者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想我們幾位議員包括簡幻中議員 郡縣議員 何全峰議員 李博議員還有我敏林 都要對市長前陣子的訪中經貿團 是不是淪為統戰團提出幾項的質疑喔 市長 你們去中國的訪問 先是訪港澳 後來訪中國 可是呢 後來就發現一整連串的荒腔走板 從賣水果變成拜訪特首 拜訪國台判 還有這個中聯辦 這讓我們所有全國的人民 不只是高雄市民 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憂慮 剛才郡縣議員已經說了 很多年輕的爸媽有憂慮 我雖然還沒有成家 還沒有結婚 我對我的未來 我對我們同儕這一批天然獨的世代 我們一樣對台灣的未來感到非常的憂慮 我們害怕 我們擔心 我們恐懼 恐懼有一天 台灣高雄變成中國高雄 在網路上 這幾天也一直一直在流傳一封信 一樣也是來自一位年輕的爸媽 他表達了很多很多的憂慮 在這邊 我們也特別把這封信 等一下 最後會交給我們的市長 這個信 滿滿的都是寫的 對於韓國瑜市長 訪中的行程 以及對九二共識的承認 對於一國兩制的曖昧不明 跟中國 跟中共唱雙簧 這個媽媽說了 如果韓市長 應真的把台灣 把高雄 賣給了中國 他會用盡全力來對抗你 來保護我們台灣的孩子 所以 等一下 我們會把這個媽媽的姓 還有她手中所擔心 憂慮的 是不是未來 我們的孩子們 高雄的孩子們 台灣的孩子們 要從拿著中華民國的護照 變成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特別行政區的護照 所以 市長啊 您昨天的回答 在回答民進黨團也好 或臨時會的時候 特別我的質詢當中 我詢問您 您是不是支持九二共識 您到底跟誰共識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這是習近平的定義 當時市長回答我 昨天 市長回答 我們所有的高雄市民跟全體的議員 您說 您深愛中華民國 但是您也反對一國兩制 可是您的一言一行 在中國的種種的行為舉止 都讓我們覺得 好像跟您所言不一樣 所以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訪中經貿團似乎已經淪為統戰團 這幾個議員聯合要對我們的韓市長 提出六大問 第一 為什麼這一次的訪中行程 沒有通知在野黨 黨團的所有的議員 而只通知國民黨議員 沒有通知時代力量 沒有通知無黨籍 沒有通知民進黨籍的議員 來登記 第二問 我們想問為什麼韓市長 本來要賣水果 後來變成突然改行程 突然來見特首 突然訪中聯辦 突然訪國台辦 第三問 我們要問韓國瑜市長 國民黨議員似乎也沒有全程參與 會不會就是已經淪為您跟中共之間 愛愛妹妹的這種背書 第四 我們要問 有無表達韓國瑜市長 跟我們所有前往的高雄市議員 高雄市政府的團隊行政首長 你們有無表達我們來自中華民國 我們來自中華民國的台灣 第五問 所謂的一國兩制 港澳都不要 港媒這一些媒體 很多來自香港澳門的朋友 在網路上發言 他們也批評韓國瑜市長您 現在所作所為 就是在替一國兩制背書 就是在見習所謂的一國兩制 就是要在高雄推動 第六問 為什麼中聯辦 國台辦 都要幫韓國瑜背書 都要幫韓國瑜發稿 這六大問 公開的說明 這次訪中行程所有的內容 也要針對這六大問 好好的回答 讓我們所有全體的高雄市民來知道 甚至全體台灣人民來知道 因為你有可能會是未來的 中華民國總統的候選人 他特別做了一個東西 要給韓國瑜市長看一下 那是不是我們就 上前給韓國瑜市長看一下 他做什麼呢 這個年輕朋友他很擔心 所以他特別做了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特別行政區的護照 來表達他的擔心 他擔心什麼 他擔心他未來的小孩 可能會拿這本 跟我們現在拿的護照 是不一樣的 請市長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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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聯合質詢的議員 奔赴的官員 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還有議會的來賓 我想五位議員關心台灣的下一代 易於言表 我當市長 我當市長可以強烈感受到 你們真的關切 但是我想講的第一句話 在前不久講過 戰爭沒有贏家 和平沒有輸家 這十個字 是請五位議員來參考 代表我的內心 我也憂慮 你們擔憂 你們擔憂 我也擔憂 你們擔憂的角度 跟我擔憂的角度 不一定一樣 但是我們都擔心 台灣這個土地 我們的下一代 以及高雄 我想我先講這一句話 任何情況之下 發生戰爭 那是不得了的大事 再講一個數字給大家聽 我們自己說文化五千年 外國人不承認 認為中華文化只有三千年 從皇帝大戰吃油到現在 這將近四五千年來 內戰發生了六千三百次左右 也就是說 每一年 在中國歷史上的內戰 發生了一點三次 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 所以 我們必須一起來團結 努力 為台灣的下一代 尋求更美好的未來 我想我講這一點 五位議員應該能接受吧 五位議員要告訴我 能不能接受 我才能往下講 現在我只問你內戰的問題 或者戰爭的問題 這是普世的價值 如果你們不能接受 我的講法就達到這裡為止 我想我們第一個要避開戰爭 就像昨天軍機繞臺 軒然大破一 所以你用 你不是中國人就把它給替代了 說絕對不會戰爭 但是我的想法 我們要用一切的智慧 一切的耐心 一切的努力 化解這個 五位議員應該是同意吧 我們都愛台灣做個土地 我會的 我先把前提講出來 因為你們很急著 扣我一頂小紅帽 我知道 而且一定是準備得很紮實 引基因據點 對 我腦袋很喜歡戴帽子 你看我這個頭 但是我不戴紅帽子 好不好 我先把話講清楚 我們一定要確定 如何保護台灣這個土地 讓它免於戰爭 以及第二步 免於貧窮 我們先講這個 如果你們確定 我們這個話 討論起來我們會有一個焦點 否則變成各說各話 這個質詢便沒有意義了 我們是希望找到真正的答案 提供給各國意識形態的問題 但是各位提這個問題 是這麼的重大 我也不得不答覆 我現在把我的理念講給大家聽 第二個 我們這一趟去中國大陸 我講得很清楚 跟我選舉的時候 從來沒有違背 高雄的未來 只有朋友沒有敵人 只有道路沒有圍牆 任何人要買我們高雄的東西 我們都歡迎 任何人 只要我們有產品 合理的價格 我們管控的品質 我們都願意賣出去 所以我才會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北韓金正恩要吃高雄的把辣 我們也是要賣 對我們講賣東西 我們就希望高雄的經濟會越來越好 這一點要跟五個議員報告 至於 剛剛兩位議員所提到 為什麼沒有其他政黨的議員參加 我也不知道 我們只是告訴議會 歡迎十位議員跟我們同行 因為預算的關係 還有一些團的安排 那議會之間 自己66億元怎麼產生 市政府是被動的 我想未來可能在貴會 會本部在開會的時候 你們自己提出有沒有改革的方式 我們市政府是冤枉的 是無辜的 所有的團進團出 不管是香港 澳門的特首 以及中聯辦 以及所有參訪的城市的行程 所有的議員都是從頭跟到尾 或許有一到兩位議員 有些事情離開 我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全部是團進團出 還有其他的議員 也坐飛機飛過來加入我們 但是因為他不是團員 他會有點不好意思 通通都是團進團出 再重申一遍 沒有避開議員 我們自己變成單幹戶 沒有的 跟五位議員報告一下 那五位議員這裡面 我不曉得各位去過中國大陸沒有 五位議員裡面 如果沒有 資料沒有錯的話 五位議員本身也有到中國大陸 請問哪兩個議員有到過中國大陸 對 對 你們也去過大陸 你們自己在那邊五位議員質詢我 你們有出賣台灣的主權嗎 不可能啊 像如剛才高敏寧議員所講的 你們是去談港灣城市論壇 以及運動會的事情 你們並沒有去一下 見到的國台辦的官員 你們就出賣了 沒有啊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們對台灣自由民主有信心嘛 你們知道這是台灣的價值嘛 你們有信心 為什麼我們有信心呢 我們去吃個飯喝喝酒 我們就出賣台灣自由民主 可能嗎 他發新聞稿 你為什麼不相信我現在講的話呢 各位議員 你是相信我現在講的話 還是相信別的單位發的新聞稿 五位議員 我不客氣地說你們在自己嚇自己 你們在自己嚇自己 你們對台灣的民主政治 一點信心都沒有 你要不要繼續質詢 我坐下來 你繼續問 好啦 好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好啦 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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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